这么多吗 你们是二叔介绍的人 价格上肯定给你们最合适的 加上你这药材的确不错 第一次跟你做生意 咱们还是价格高一些 不然你下次不来我这里卖了 你愿意收我就愿意来 我们下次一定来你这里 那就行 你这药材不错 都是野生的吧 纯野生的 我们哪里会种啊 那就行 野生的吸收天地精华 自己生长的 药效上是不同的 特别是一些药材 是论时间的 那种药材才是真的贵 一年一个价格 那灵芝 咱们这边 是不是野卖得很贵啊 当然啊 灵芝作用高 价格也高 不过 这也分种类的 有黑灵芝 赤灵芝 还有黄的之类 那是不是年份越高越好 哈哈 这灵芝和人参可不同了 灵芝是孢子之物 人参才讲求年份的 灵芝的话 讲究品种品质 它是长不了太久的 刚好合适的时候 采摘是最好的了 什么千年灵芝 那都是骗人的 千年人参可以有 但是千年灵芝是不可能的 咱们这酸丝 挣大钱了 算的 算的 每次他只要带着堂堂上山 这东西就感觉很多 特别是药材 陈锋自己都不认识 都靠着堂堂认出来的 这次出来 咱们也算赚到钱了 嗯 回去后 咱们多弄点吧 明天开始 我就商商品名挖 挖多点 挖挖挖 多多挖 其实 咱们到时候 可以叫村里的其他人一起挖 然后收了他们的 再迈到城里去 你们觉得怎么样 甚至别的村的都可以 我觉得可以 咱们到时候经常上山挖东西 大家肯定都知道的 与其到时候争抢着挖 还不如一起合作共赢 那咱们怎么弄 先回去吧 回去明天去我家 请 我们很快就到家了 堂堂别怕 嘿嘿 堂堂不怕 回来了 妈 等着急了吧 就是担心堂堂 奶奶 嗯 堂堂这趟远门出的 害怕没 堂堂不怕 那就行 全部都卖出去了 多亏了方大哥的二叔 没有他帮忙 我们都卖不出去 那就好 那就好 等他们下次来 咱们给他们多拿点东西 要好好感谢他们 嗯 妈 快尝尝这鸭肉 你们吃 你们吃 我以前没少吃这些呢 那都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再说了 一只鸭呢 咱们都能吃上 说起以前的事 也不知道你舅舅他们 现在怎么样了 想去看他们 又没那个脸 还还那么远 妈 你想去看舅舅他们 那就去啊 正好堂堂还没见过他们呢 咱们一家人去看看他们 好 等我和计和计 看看哪天方便 明天都行的 这几年 好多人家都已经恢复身份了 也不知道你舅舅家 什么时候能恢复身份 没事 会恢复的 迟早的是 嗯 妈 这次去市里 我发现市里 跟咱们这乡下真的不一样 市里头 什么都要 来年竹笋都能卖那么贵 这很正常啊 城里没有田地 更没有山 只要是吃的喝的用的 都得从乡下来 嗯 所以我打算最近能弄多点猪笋 多弄点 嗯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我都支持你 嘿嘿 吃 吃 对 多吃点 妈 快尝尝这鸭肉 第二天 陈德和大炉一大早就过来了 风哥 你说 咱们打算怎么做 我是打算这么做的 现在正是春笋多的时候 咱们多挖多晒 晒好就拿去卖 咱们三个人的力量 肯定是不够的 直接找人收 让他们挖了晒干 咱们便宜点收 到时候拿到市里头去卖 赚差价 咱们自己也要啊 赚的才是实打实的钱 成 我听你的 我也听你们的 你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跟着赚点就成 那 其他人跟我们一样收购 拿到城里去卖呢 那也得能卖啊 你不想想咱们能卖竹笋 是看谁的面子 对哦 竹笋哪里都有 人家要收也行 不收也行的 所以 咱们现在商量一下 这竹笋怎么收 然后怎么卖 那咱们按照多少说啊 咱们卖一块吧 那应该收多少的好 先收一块吧 这 行吗 这可以吗 一块是和咱们卖的 一块八差远了 但是你要知道 咱们一块八 是方二叔那边 故意给的高价的 如果普通人去卖 就算是能收 也最多给到一毛五六 这倒是 一块和一块五 利润在五毛之间 咱们要收上来 还要运输过去 而大家在村里 就能收到钱 这是 谁都敢 一块钱一斤竹笋干 一斤竹笋干 要十几斤来晒 农村什么不多 就山林树木多 竹子多 要是一个人一天 能挖个百来斤 这件事情先就这么决定 先看看咱们在这里 有没有钱赚 有钱赚 以后提高价格就行 请 就这么办 爸爸 怎么了 走 上山 我这刚说赚钱 还没开始 你倒替我开始着急起来了 哇 哇 建业营养货 你怎么天天说这个名字 赚钱 赚钱 好 赚钱 赚钱 咱们上山去 来来来 竹笋塞干后 这边可以一块钱一斤收了 真能收 还一块钱一斤 是啊 一块钱 要塞干的 不塞干不行 不过你们不信也没事 新的人 现在就可以去挖笋了 到时候塞好 我这边直接解算 这次准备上山了 嗯 多挖点 多赚点 不然大家都挖了卖给你 我以后就赚不到钱了 毕竟一块钱一斤呢 我运气好 一天挖个百来斤 晒剩下个十斤八斤 那都是钱啊 德子 你真收损 没有 他没收损 你们也别卖给他 真的 不要卖 这损有什么好的 小峰 这你就不对了 人家德子刚才还说收呢 你不能自己想卖 不给我们卖吧 就是 就是 你要真觉得竹笋卖不到钱 你家最近会天天上山挖笋 上钩了 陈德却不明白 陈峰这葫芦里在卖什么 但是听到大家都说 也要上山挖笋 陈德这才能买 你这叫激将法吧 应该是吧 他们都不搭心灵 这不得给刺激刺激 这方法好 这是上山 嗯 我也跟你们去吧 今天没什么事 赚钱了 没去看你家小峰 一大早就去了 成 怪不得现在闲着呢 嗯